欢迎你收看1月9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星龙 随着疫情虚幻各国逐步开放 苹果公司也开始重新布局海外 那么根据苹果官网的资讯 里头最近就出现许多个 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职学 这是三个不同职位 包括了经理 门事人员 以及有具代表性的Genius 也就是售后支援服务人员 因此有人推测 苹果不只是想要在马来西亚 设立第一家门店 更可能进一步打造营运总站 提供销售到售后的一条龙服务 我们来关注大马外汇储备金 国家银行宣布 截至2022年12月30号 五国外汇储备一共1146亿美元 半个月里头增长了43亿美元 全月也提高46亿美元 最新的外汇储备 足以应付5.2个月进口 也是短期外债的一倍 总结2022年 受到马币兑换美元贬值超过5%影响 全年的外汇储备 比2021年底的1169亿美元 减少了23亿美元 以今天的汇率来计算的话 大约是53亿令吉 中国出入境线至昨天大松榜 吉隆坡国际机场 当天就一共迎来了11趟来自中国的航班 对于中国大松榜 马来亚投资银行分析员就直言 中国庞大的旅客大军 对于航空业是烈火烹有之盛事 因此相信 在经历三年打击之后 大马航空业终于时来运转 客运量将继续复苏 航空燃油价格将下降 而机票价格暂会保持高位 在中国游客重来等力多体振之下 大马机场股价今天向好 B10收报60级95仙 全天上扬21仙 亚航的母公司Capital A公司 也为涨0.5仙 收报71仙 以上就今天财经Espresso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